马上又立春了,今天和大家分享春饼的详细做法 柔软筋道,凉了也不硬 喜欢的朋友双击收藏试做 学会了做给家人吃 300克面粉中加入2克盐,搅拌均匀 一般用90克开水烫面 搅拌成面絮,一般用90克凉水 揉成光滑面团,不用饧面,直接搓成长条 切分成等分的面剂,每个面剂都揉圆 表面刷油锁住水分,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最重要的小细节来了,大家一定要记住 先给老妹点个双鸡呗,点双鸡的姐妹肯定能成功 面剂擀薄,表面抹油,依此类推7-8张 先按压均匀,再拿起来 把边缘按压,防止擀的时候大小不一 然后用擀面杖继续按压 正反面都要擀,擀成圆饼,不要擀太薄 放入蒸屉,热水上锅蒸8分钟 出锅切掉边缘,趁热揭开 一张第六儿的春饼就做好了 卷肉卷菜都好吃 喜欢的上机收藏试做吧 感谢大家的支持